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6日 今天要講講中國人口的問題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 就說 原來中國人口補查 在去年12月已經完成了 但是以往的慣例 也是在第一季公佈的 今年到5月份 也尚未公佈 所以英國金融時報估計 說中國政府做出來的人口補查 上面也覺得意外 因為很有可能是人口負增長 當然計生辦走出來澄清闢謠 官方又闢謠了 他說不是 2020年中國人口正增長 2020年中國人仍然生了很多兒子 有些人估算為什麼會負增長 可能是因為疫情的原因 疫情的人當然不敢生孩子 生孩子去醫院也怕有風險 這是第一 第二可能有些人是非自然地死亡 而數據可能很大 沒有報上去 第三也可能因為疫情的原因 人們流動了 流動了到國外 無法回來 結果或者流動了到其他地方 所以沒有報導這個數據 這幾個可能性都存在 但是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人口學者 《大國空巢》這本書的作者 易富賢的解釋 他說根據他自己的研究 他看了中國很多的部門 包括計生辦 勞動的部門 勞動的數據 以及教育部的數據 發覺每年中國人口數字都是矛盾的 不同部門之間所公佈的是矛盾的 所以他根據矛盾的推算 中國現在人口只有12億8千萬 是世界人口第二大的國家 第一大是印度 第二大就是中國 雖然現在印度可能疫情會減少一些人口 但是理論上更多於中國 根據他的計算就是如此 所以這次人口普查 查了出來 可能結果發覺原來中央領導人自己也不知道 原來地方虛報的數字這麼誇張 這就是他的解釋 我怎麼看呢? 我覺得制度決定命運 制度決定一切 因為我自己研究人口史 經濟史人口史 這本是我第一本寫的學術著作 2002年至2003年寫的 2004年 這個版本是2004年出版的 是《清朝乾家年間之後國勢衰退之經濟原因》 我跟宋聚五老師合著 當然其實是他指導我寫的 裡面有三分一的篇幅 是研究清朝人口的 我研究出來的結果就是如此 我發覺人口的官方數據基本上沒有上升 沒有上升的原因是什麼呢? 那些地方圓 只是在少數位後面 每一次人口普查就增加了一點而已 原因是因為收稅的問題 明清的官員工資是非常低的 不僅僅工資低 他們還要自己負擔請師爺、文書、清潔工人、集工等開支 而以他的俸禄絕對請不到 一、兩個工人匹女都請不到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所有地方官、縣官 全部都要在稅收裡面打一些主意 才能夠支付到衙門開支 最實際的方法是什麼? 最實際的方法是隨著人口越增加 事實上明清人口增加了很厲害 從明初的1億 學者估算到康庸乾之後 到達4億人口 就是每一個縣 所管的人越來越多了 你的衙門膨脹越來越多了 但是你事實上錢不夠 因為俸禄沒有加 所以 明清的官員就透過虛報人口數據 報細數 就是多出來的稅 自己貸 養活地方衙門 再搞到自己非常有錢 所謂三年清之縣 十萬說翻銀 這也是有公有私 在公在私都要虛報 報細數 這就是清朝的故事 所以康熙皇帝就說 資生人丁永不加富 不再加人口稅 資生人丁 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他根本掌握不了地方人口真正的數據 事實上皇帝也不知道的 到了改革開放之後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 實行了一種地方的領導競爭制 這個地方領導競爭制 譬如說一個縣官一個縣官 一個市長一個市長 盛變一個 就看看哪一個治理政績好一點 其中最大的考量就是GDP的增長 而GDP的增長如何才能夠計算得最好呢?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誇大人口數據 誇大人口數據 人口越多 理論上 證明你的縣或市政績更好 越多農民工就湧入你的縣或市發展 所以這是成為了衡量政績的指標 結果不同的省份 不同的縣 不同的市 都存在虛報人口數據的情況 因為誇大了人口數據 GDP自然就有機會可以做得更虛了 事實上過去的三五年 中國好幾個省份縣市的GDP 都自己爆出說自己的GDP做假 但是中央是沒有調整過GDP的 地方說我原來作假的GDP 理論上中央應該也要減除了他作假的GDP 然後更改他那年的GDP結果 但是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做這些事情 所以 中國的地方人口數據虛報 是一個制度使然的可能 這就是我的解釋 可以補充了易富賢的解釋 但是這些都是有很大的歷史背景 這個歷史背景就是 現在中國已經走入了一個叫做Ruich Turning Point 一段時間了 路易斯拐點 因為人口會影響到國家經濟很重要的地方 日本出現了長期的小子化 自從八、九十年代之後 日本人就不生孩子了 低慾望社會 大前言一所說的 日本是低慾望的 連去拍拖慾望也很低 連去做愛的慾望也很低 人們就只顧著看AV 然後不去結婚生孩子了 這就是日本沒有前途嘛 低慾望社會 低慾社會 結果日本陷入了迷失的經濟時代 九十年代之後 一直到現在都走不出來 日本也不願意大幅增加疑問 所以日本的經濟一直疲弱 現在他近年積極搞移民人口政策 但是已經太遲了 而中國也陷入了這個問題 路易斯拐點 路易斯拐點是什麼呢? 一個經濟學家在1968年提出的理論 當一個發展中的國家 他發展中的國家主要是靠什麼呢? 是靠工業的 靠一些勞動密集的 比如說中國最初是靠世界工廠 就是做一些代工、車工、女工、富士康 一個富士康可以在一個地方請十幾萬人 在一個工廠裡面 這些大量勞動密集的工業 當人口紅利減少 因為發展中的國家要請這些低技術的低成本的勞工 前提就是要人口很多 人口很年輕 很便宜才能夠請到 但是當他們人口逐漸老化的時候 工資就要提升 待遇就要增加 結果就招工困難 然後請極都請不到人 你就要出更高的工資去請人 當你出工資高到一個水平的時候 那些廠家就發覺在這裡生產 不如去其他國家生產 就會搬走了 這就叫做路易斯拐點 中國根據聯合國的計算 到了2017年出現了路易斯拐點 路易斯拐點就是新增的勞動人口低於退休人口 所以路易斯拐點在2017年出現了 所以中國的經濟陷入了一個轉型期 工廠紛紛撤出中國 尤其是經過中美貿易戰 更加導致撤出中國加速了 最近因為新疆棉花事件 抵制澳洲 從數據去看 也有很多工廠 繼續遷移到東南亞 所以這個數據就看到這件事了 中國如果要擺脫路易斯拐點 就一定要發展像歐美國家 香港 日本 就要發展一些高端的產業 譬如說服務業 或者是科技行業 韓國就成功走出來 變成了搞科技行業 但是中國 號稱14億人口的大國 你搞服務業 成為消費大國 搞高端產業 是不足夠養活14億人口的 你搞這些行業 養活了2-3億人口 已經很了不起了 但是養活14億人口 仍然是需要靠工業和農業的 因為大部分人 技術不是到了真的這麼成熟的時期 是做不到的 而且 再說14億人口也變成第三產業 這個服務業 或者是高端 就是沒有人生產糧食 以及沒有人生產一些用品 靠外來輸入 成本效益也不合理 所以中國就陷入了經濟極為困難的格局 就是路易斯拐點 現在從人口的數據去看 不僅如此危急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人口是老化 這個世界就是如此 福系禍所依 禍系禍所依 在1949年之後 當時北京大學校長馬仁初提出一位 要節制人口 因為人口 當時中國是4億人口 4萬萬接種的 孫中山說 這麼多人口的時期 有這麼窮的國家 很難養活這麼多人 你造成負擔 毛澤東說不好 人不多好辦事 要鼓勵生育 不可以絕育 因為要跟美帝打仗 跟美帝打仗 送子弟兵上朝鮮戰場 死100萬 死100萬 200萬 將來如果打核戰 死三幾千萬人 如果每個國家死三幾千萬人 中國人多 中國就成為最大贏家 毛澤東的理論是如此 結果批鬥馬仁初 馬仁初跟毛主席對著缸 批鬥他了 後來到了1979年 又發覺改革開放的時期 人口真的太多了 七八億人口了 不行 吃飯成為了困難 所以又提出了一胎化政策 逼婦女去打胎 絕育 戴環 等等 但是 到了2017年 又發覺因為絕育絕了太久 搞到一些一胎政策 人口就開始老化了 然後現在又要鼓勵生育 這就是計劃經濟 計劃國家 指導國家 那個最大問題 就是他每一條路徑都要走到崩潰 他才會修正 他就不懂得自我修正 不懂得自我檢討 他一定要走到崩潰 那些走到沒有路走 他就要改 現在中國出現了什麼格局呢? 易富賢的解釋 中國人口數據是1980年時期 平均是22歲 是一個朝氣勃勃的國家 因為人多好辦事 生了很多兒子 所以中國人當時雖然窮 但是有志氣 年輕人 22歲 對世界對人生有無限的憧憬 無限的想像 美國當年是30歲 但是由於一胎化政策 到了2014年 中國人就開始老過美國 到了今天 美國的平均年齡是38歲 為什麼美國過去了40年 人口沒怎麼老呢? 因為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 很多人追求美國夢 墨西哥人湧進去 加上移民進去 所以美國能夠保持年輕 加上美國的大學招攬了全世界年輕人進去 很多就會留下來沉夢 但是中國現在號稱有14億人口 即使水分可能有人估計是12.8億人口 如果你要解決人口老化 你也要輸入三幾億人 這個世界哪有這麼多地方輸入三幾億人 一旦在印尼 一旦在印度 一旦在巴基斯坦 如果在這三個國家裡面 每個國家輸入一億人口進來 中國人口老化才能夠解決 現在中國已經到了平均年齡 它42歲了 它比美國老了 根據這個數字 到了2030年 九年之後 九年之後 人們又說中國的GDP已經超過美國 我覺得也不奇怪 只要它可以在數據上堅持做一些功夫就行了 但是 它的年齡 到時候中國已經是49歲 人到中年了 而美國 只是42歲而已 美國還是剛剛步入中年 中國已經是迫近退休年齡 根據這個數字 所以 如果你從中國的GDP 它今年 就說是1萬美元左右 人均GDP 美國就是6萬5千左右 但是根據這個數字 這樣再升上 即使中國能夠保持到現在的增速 十年後 都是2萬多而已 美國那時候可能是7萬多 那麼 即使中國的整體GDP 是很高 但是你人均GDP仍然很低 這是第一 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高一點的水平 好了 更重要的是 你到了49歲的平均年齡 你的創意自然不夠別人三十幾四十歲的高 更加不夠2030歲的國家高 而10年之後大家知道是一個創意競爭劇烈的世界 是一個人工智能的世界 AI的世界 而中國人當時的年紀這麼老邁的時期 步入退休年齡的時候 他的創意怎麼能夠跟人競爭呢? 再加上中國的退休保障制度 到了那一刻 就很可能受到極大的壓力了 因為 這些人不生孩子 就是下一代不能夠養活上一代 養兒防腦這支歌已經唱不了了 供社保的人是少於拿退休金的人的時期 這套制度難以繼續維持 所以這就說明到 你腹系禍所依 你透過政治運動 用計劃的方法去控制人口 結果每一次都是出了大的亂指才能夠修正到的 而不是不斷地自我檢討 自我去調整 鼓勵方法 反而用了一個強制的方法 去被迫人絕育 現在就要鼓勵人生育 你強制了幾十年 在文化上 人們已經習慣了一個人 是不是做到呢? 做不到 還出現很多社會問題 譬如說 男女比例失衡 因為天然地 女性肯定是少一點的 不是 女性是多一點的 但是 由於過去幾十年 仲男輕女 有很多 生女嬰就拿死了 所以導致女性又少一點 所以現在中國單身狗很多 可能要去烏克蘭娶老婆才行 總之這個人口問題 還有很多無數的事情是需要解決的 否則 中國可能會陷入一個嚴重的 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這個理論就可以有機會再跟大家解釋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Like Subscribe 留言 最近這兩集我講了簡體字系列 以及雙袖王系列 我做得很有心機 雙袖王那段視頻 但是看的人比較少 希望大家按入雙袖王和毛澤東 毛澤東為什麼和雙袖王聲聲相識呢? 毛澤東最佩服的君王之一竟然就是雙袖王 你可以聽聽我的分析 用嚴格的史料 去跟大家分析 我講簡體字也是如是 聽完之後振奮了小粉紅的心 原來簡體字的初心就要滅絕康字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去我兩條影片給個Like 留個言 以及這條影片也是 請大家訂閱 按下小鈴鐺 以及支持我收費平台Patreon 今天的參考資料我都會放上Patreon OK 講到這裡 拜拜